今天是5月17号A股收盘全线上涨 三大指数涨幅均超过了一个点 但是这个上涨是因为午后突然拉伸所导致的 原因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是房地产的进攻 房地产为什么会暴涨 也是由一则消息所导致的 什么消息呢 那就是我们的央行降首付降利率 这么一消息一出来马上就引爆了房地产 那么房地产引爆以后 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其实这背后的逻辑不简单 涉及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层面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股市的流逝真的来临了 如果你能跟上节奏 你能够抓住重点 你就有希望回本 有希望把去年亏的也捞回来 朋友们接下来这种行情一定要跟紧 那怎么做才能够赚钱 才能够吃肉后汤 接下来我们来讲重点 讲之前评论区一波巴巴支持一下 视频很重要 涉及到A股操作的热点 你如果跟上节奏 回本是非常之简单的 首先明确态度大盘指数走流 A股走出流逝行情 这个是不争的事实 我没有看空 包括在周三出现下跌的时候 有很多的博主 很多的分析师都在说 哎呀 A股涨了几百点了 涨了500点了 A股这一轮上涨 几乎是要结束了 要迎来一轮新的调整 要大家赶紧的跑跑跑 那事实证明 A股的走势是怎么样的 我一直强调大家 所以谁能够在高位减仓 在低位撒下的舍再加回去就行了 就是告诉大家做高低切 做什么 做一个轮动 以后回踩缩量 那就是机会 就是给你上车 所以这个节奏的策略 大家还是要分清楚 但是很多人认为涨了指数没赚钱 就比如说现在指数已经到了3154 就是在今天大涨后 感觉这个账户没起来 那么究其原因是什么 其实说白了 我们的A股这一轮上涨不简单 我们可以通过港股的表现来发现多厘 大发表港股已经走出了一个流逝的加速信号 那么港股为什么走这么好 其实跟他们的什么交易规则 交易制度有很大的关系 那A股为什么走市没有港股好 也跟我们的交易原则有关系 但是不得不承认 市场的反应已经给出了信号 给出了流逝的信号 那么这个流逝不是自然偶然的流逝 这个流逝应该是高层需要打造的流逝 为什么那么说我们国家经济 这几年确实不太好 随着房地产的低迷 以及人口数量的下滑 这个人口数量下滑导致问题就比较多 对吧 房地产板块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了 所以我们想要以房地产带动经济发展 在在以后是很难实现的了 所以必须什么 以消费投资带动 但是消费投资老本身手里没钱 靠什么带动呢 所以激活股市激活资本市场 就成为当下的一个重点 股市涨了 大家手里有钱 我就会消费 他手里有钱 我就可以买房换房了 对不对 这个不就钱了吗 所以你了解背后的原因 你就知道A股接下来怎么走 就好比说今天的房地产突然暴涨了 那么很多人都没反应过来 为什么房地产在上午的时候表现平平 对吧 上午的时候 虽然说高开冲高 你的震道走低 怎么下午一下子 这个风格就转回去了 出去就暴涨了 其实更大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央行发布了重磅 降首付 就是你的房贷的首付 以前 25%的 现在可以降到15% 你想想100万的房 你只要交15万 这什么概念 还有他不仅降首付 还给你降什么 还给你降利率 就是你的利率 房贷利率 公积金利率 都给你什么 都给你下求下来 说明你买房的什么成本大幅度下降了 这不会讲 但是不是理解了 所以这也是房地产在午后 另一种的一个根本原因 那么房地产 为什么在这边之间 什么出现这么多利好 不仅仅是央行降利 降什么 降所付的利好 还有前几天 大家是不是发现 就是各地方政府的放开限购 放开落户 还有直接参与买房 把一些什么闲置房买下来出租 或者说把一些老旧的房子 闲置的买下来 什么重建 以旧换新 说白了就是什么 就是在加速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个什么 一个轮动 一个轮化 不能正向他一潭死水了 不应该让这个房子是吧 把大家全部给套住 让大家全部给套 给什么给圈住 房地产活起来了 房地产活跃了 那么这个钱就流动起来了 对不对 那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是我们经济的一个转型推动 所以房地产 在这个位置是带着使命来的 不说他要大涨暴涨 至少你得稳 你稳住了 那才会什么给大家信心 给大家机会 房地产 大家记住 超跌反弹的概率比较高 短线选手可重视好 我刚才讲了 A股的流逝其实已经来了 港股已经走全面加速了 A股为什么走出这种震荡的行情 跟我们的所谓的 我刚才讲了 跟我们的交易规则有一定的关系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另外一个就是你发现没有 A股的上涨是由什么 是由权重主导的 就比如说前段时间 我们高层发布了一个新国酒条 那么新国酒条发布以后 你会发现谁走的更好 我告诉你 新国酒条发布以后 走的最好的是银行和中智头 是不是 所以你会发现银行和中智头 成为了资金的主状场 成为市场的主角 你看银行是不是连续的上涨 走出了一个流逝的加速的信号 那么银行为什么会涨 其实这个原因大家清楚 国酒条的发布 说明什么 说明要什么 要把垃圾给清出去 毫无疑问 银行是这个市场里面业绩最好的 因为它是垄断行业 是不是是赚钱最多的 毫无疑问 成为了市场资金的一个主战场 同样银行是守得分红的 银行是属于高股息的 那么对一些资金来说 也是具备一定的吸引力 所以朋友们你要记住这细节 我们市场在什么在不断的抬高底部 银行 中枝头现在又搞什么又搞地产 你看中枝头的话 它也是走出了一个什么流逝的行情 流逝的加速 有加速迹象 说白了 这就是高层打造出的一个大底 有人会说中枝头走这么好 银行走这么好 原因是什么 其实大家 回看前几个月的走势 大家记得我当时跟大家讲银行说 跟大家说过 四大行 当时是中国银行 介绍银行这些的 四大行 不断的走强 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国家对中央汇金 在大幅度的争持 是不是 这是说明一个态度 国家对在买银行 所以银行涨了 另外一个就是在去年以来 国家对买什么 国家对在买什么 ETF 互生300的ETF 那么互生300的ETF 这些指数基金 它很多是属于谁 很多是属于我们的国家的企业央企 所以以中透枯中枝头为代表的 相关板块 是不是迎来机会 所以你看中透枯 中指头股票 这个走势 是不是走出了一个什么 一个上升的行情 朋友们 你只要抓住在重点就行了 接下来就是 行情起来的时候 尤其我们的板块轮动加快的时候 我一直强调大家 咬住主线不放松 那么你要不咬住什么 咬住某一个方向就行了 不管你是银行 还是这个什么 还是这个中枝头 或者说是其他方向的科技 汽车都一样 有助一个方向 反复做滚动作不放松 不要这里打一枪 那里打一枪 我告诉你 这里打一枪 那里打一枪 你如果节奏不对 你方向不对 你很难撞到浅 那绝对还是不对 接下来这种行情下 其实我们也可以跟随高层的动向 就比如说高层近期 把什么重心放在里利好放在里 我们就跟随到哪个地方 高层这段时间利好在哪里 在房地产 那我们就聚焦房地产 做一个短线的博弈 是吗 这一波跑路就是了吗 至少现阶段的房地产 是属于什么抽跌反弹的根据期 对不对 我们也可以跟随他们的步伐 如果说你这么做了 我相信大家是能够吃肉的 再次提醒大家 做股票做股票做的是什么 做的是概率 做的是概率 做的是什么 做的是顺势 顺势什么意思 大家看谁就知道 顺势而为 你付出的什么代价 是很少的 利势而为 你付出代价是很大的 这就是重点 总是有人跟我说 哎呀 你讲的这些 K线讲的这些指标 讲的这些 人期票 龙头票 没啥意义 我不敢买 你就告诉我 哪些票没涨 哪些板块没涨 你看我潜伏进去 你后面他就大涨 总是有人给我问这种问题 我就问这种问题的人 就是一个真正正正的韭菜 我说韭菜 你别说不服 我告诉你 中国股市 有句话说得很明确 买涨不买跌 买跌的几乎都是韭菜 我这么说 大家可能有些人会有意见 但事实证明确实这样子 很多总是想哎呀 这个板块跌了 这个这个股跌了 我在这里抄底进去 我去潜伏进去 那以后他后面 明天大涨暴涨 持续涨清 哪有这种好事 我告诉大家 做股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最大问题是你得看清楚 看清楚趋势 趋势起来了 我们跟随就好 我们不要想着最低价买入 不要想着最高价卖出 你只想着我在中间吃一口就行了 吃一口最好的 吃一口最肥的就行了 这种才是比较好的策略 如果你老是想着哎呀 这个板块涨了 我怕了 我不敢去 以后这些板块再跌 我去抄个底 我去抄个大底 如果你老是这样想的话 我告诉你 你很难赚钱 甚至你的本金会越亏越少 不说别的 就说房地产 昨天房地产暴涨了 昨天房地产大涨了 我是不是重点讲过 因为我重点跟大家说过 房地产涨的原因是什么 要告诉他短线选手该怎么操作 那一那次昨天一说这个事 昨天就有人喷过了 哎呀房地产 房地产这个就是垃圾 房地产这个行业能买吗 这个房地一涨的话 就是叫大家去接盘的 就是让大家去什么 去高位站岗的 很多人就这么说了 甚至还有人在喷 这个时候是吧 你说房地产斜了 房地产会涨是何居心 是什么是要大家去接盘吗 反正就是乱七八糟的 但是事实证明我们的A股 其实你跟着阵筹走 跟着高层走准没错 房地产它涨雨跌 其实跟我们的技术 跟我讲的这些没关系 它跟什么有关系 它跟我们高层的动向有关系 对不对高层近期 放了很多的措施 放了很多利好 它都在聚焦房地产 说我们跟随就好 当它房地产涨了一定的高位 到这个消息面也没有那么多的时候 到这个消息面兑现的时候 我们就撤退吗 这节奏这策略不就出了吗 大家觉得是还是不是 所以朋友们 当行情起来的时候 你得抓住重点 才能够吃肉和汤 好这些示威我们到这里就结束